作词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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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想可以坐很多人 明天你可以按摩同學數來玩 我猜可以坐幾萬人 有沒有搞錯?哪可以坐這麼多 你又說看平面圖?在這裡看足球雜誌? 我們真的有看的 不過平面圖很複雜 我們看也看不明白 看你又要我出馬 看平面圖其實就不是很複雜 只要你懂得用比例尺 比例尺? 這裡哪有尺? 先看清楚 在平面下面有一條線段 分為幾個小格 每個小格的長度是一厘米 但是就寫明代表一米 這條線段就是比例尺 那比例尺有什麼用? 根據這個比例尺 我們就知道福濤是用一厘米 來代表實際長度一米 由於一米等於一百厘米 即是說比例尺是用一厘米 來代表實際長度一百厘米 於是比例尺也可以寫成一比一百 一比一百 換句話說 福濤是將房子的實際大小 縮小到一百分之一而畫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福濤上量出一個長度 再將它乘大一百 即是實際長度 舉個例 我們家屋在平面圖上高的長度 是九點五厘米 九點五厘米乘一百 就等於九百五十厘米 即是說 我們家屋的實際長度 是九百五十厘米 也即是九點五米 至於闊度 平面圖上在客廳這一頭 量度出來就是十一厘米 那你說實際即是幾闊呢? 哦,好二姐 我不用一百都可以找到答案 由於圖上一厘米代表實際長度一米 那十一厘米代表實際長度十一米 即是你們家新屋 在廳那邊的闊度是十一米 對了,哪間房是我的? 嗯,你就要這間了 房間三米乘三米 都幾大呀 好了,我現在要做事了 你就慢慢設計一下 你的傢伙怎麼擺吧 床,書桌,電腦桌,櫃 怎樣擺好了 等我幫你了 首先,我們要畫出 房間的平面圖 然後再按照比例尺 將傢伙的齊串縮小 然後再用縮小的尺寸 做出不同的長方形公仔紙 將公仔紙放在圖上排 這樣就可以知道 怎樣擺放這傢伙最好 好呀,我們現在就用這張紙 畫出房間的平面圖 先看看 這張紙大約二十厘米闊 用十五厘米來表示 這間房的長度和闊度就最適合了 十五厘米代表三米 相當於一厘米代表二十厘米 於是,比例尺就是 一比二十 然後我們將傢伙的尺寸 依照比例尺縮小 這樣就可以做出長方形公仔紙 放在平面圖上排 好呀 譬如,個季的長度是1.5米 1.5米即是150厘米 150厘米縮小到二十分之以後 就等於7.5厘米 季的闊度是0.5米 0.5米即是50厘米 50厘米縮小到二十分之以後 就等於2.5厘米 這樣我們就在方格紙上畫了一個 2.5厘米乘以7.5厘米的長方形 來表示這個櫃 各位同學 小棚房裡的傢俬還有 一張一百二十厘米乘六十厘米的書桌 一張一百厘米乘六十厘米的電腦桌 和一張兩米乘一米的床 你們又知不知道 將這些傢俬 在正畫幅方格圖上畫出來 會是多大的長方形呢? 我畫好了,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就這樣了 現在我們要將長方形剪出來 這樣放些空間又不見了 又妨礙著開櫃門 不要 那就好得多了 咦? 這裡有一幅路線圖 是不是藏寶圖? 你就想啊 這幅路線圖有些面線 啊!我記得了 小鵬 小鵬 今天做了功課沒有? 做好了嗎? 啊!這麼乖 有沒有聽爸爸媽媽說? 唉!你們搬了嗎? 不要哭了 等下大個兒子回來探伯伯吧 這幅是回來舊屋的路線圖 跟著這幅圖就可以找到我了 不行!又什麼事啊? 我決定要回去找那位老伯 那你記得你小時候住在哪裡嗎? 我不記得而已 但我有這幅路線圖嘛 幸好過了這麼多年 停車場還在 否則剛才又不懂得下車了 那究竟我們跟著要怎麼走啊? 究竟是這樣看啊?還是這樣看啊? 你不要吵了 啊!對了 根據這幅路線圖 對面就應該有石級 上了之後沿著小路就可以去到舊屋了 我們過馬路了 咦?這條石級路封了 不要緊 根據福地圖顯示 現在這裡有條新馬路 我們沿著這條馬路走 這樣就一樣可以去到舊屋了 但是我不知道要走多遠才到 你不記得了 你爸爸教你怎樣用比例尺嗎? 福地圖寫明 一比五千 即是這裡的一厘米 等於實際長度的五千厘米 那不就是五十米 對啊! 現在量度到由石級口 去到舊屋的距離 是七點五厘米 即是說實際的距離 就是七點五乘五十米 也就是三百七十五米 三百七十五米 真是多遠啊! 二十二二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喂! 你是不是真的肯定 我們一模等於一米? 不要說了 否則我會亂的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五 七十四 三百七十五 好了 走了三百七十五米 應該到舊屋啦 慢著 你舊屋 你看看現在變了做什麼 哎! 想不到找了那麼久 到頭來才發現 舊屋已經拆了 反正來到 不如我們進去 找一間法親店坐下 休息一下喝東西 好 究竟哪裡有得買東西喝呢? 咦! 小明小明 你看看 怎麼了?小朋友 你想入模型店買模型嗎? 不是 廚窗裡有一間模型屋 跟我以前住的那間 一模一樣的 那模型? 我做的 是不是很像呢? 是啊 是啊 我以前也住在這裏 真的像到十足十 咦!原來你以前住在這裏嗎? 是 見是你 來我教你幾招 進來 咦! 我知道 做模型要做得像 首先一定要用比例尺 看你也有些常識 沒錯 我用的比例尺 是1比55 即是說 模型的長、闊、高 如果我把它放大 55倍 就會是這棟舊樓的 真正的長、闊、高 這個模型高32厘米 如果將它乘55倍 那不就是舊樓的真正高度? 32厘米乘55 即是等於1760厘米 又即是17.6米 這棟樓總共有四層 每層的高度就等於 17.6米除以4 等於4.4米 嘩!樓底很高 我現在住在那裏 只有三米高 對了,老闆 你以前也是住在那裏 我想請問你 認不認識一位老伯? 他叫什麼名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對鄰居很好人 那次我搬走的時候 他還畫了這幅路線圖 讓我將來可以來找他 小朋友 你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很難幫到你的 這樣啊 算了,我還是不妨礙你了 拜拜 慢著 送給你的 蛤?送給我? 剛才有一個模型舖的東西 小朋友 想問問你們 這裡是否有一間模型舖 模型舖? 我剛剛才去完 那就好了 麻煩你帶我們去 對不起,我們要趕回家 不如這樣吧 我告訴你們如何去 由扶手電梯直上 轉左 經過五個舖位 再看到另一條扶手電梯 再上 一直走到尾 轉左 再轉左 第二個舖位就是了 謝謝你們 唉 好累啊 模型大師 陳先生 今天贏得模型大賽的冠軍 我很高興在這裡可以訪問他 由他說一下得獎的感受 陳先生 難道他這麼出名的 咦? 這位不是以前住在我們隔壁屋的老伯嗎? 他很疼你 蛤? 就是他?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不但得到獎 而且 還見回一位舊朋友 有很多人 都會找到 我現在都會找到 為甚麼 為甚麼 都會找到 我們 都會找到 需要詞 說 那一句 好 是 都會找到 沒有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